史上最大的小提琴炸棋案 目前正在英越之都维也纳进行审理 德国小提琴商人马扣德 被控贩卖假的意大利民情 各界受害人的损失高达近2亿美元 如果罪名成立 它最多可能面临10年的刑期 史上最大的小提琴炸棋案 星期三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庭审理 德国商人马扣德被控用普通的提琴 冒充每把价值几百万美元的 史太拉底瓦里小提琴 他还涉嫌伪造民情证书 骗取银行贷款 以及骗取他人的名贵提琴等 马扣德经营的公司 两年前宣布破产 整个诈欺案件浮出水面 包括奥地利国家银行 在内的一些欧洲银行 都是他的受害者 维纳检方收到来自美国 荷兰 比利时 德国等地区的46件诉状 债权人要求损害赔偿高达2亿美元 直到现在 还有几百件的名贵提琴下落不明 他的律师表示 马扣德也不知道 这些乐器现在在哪里 马扣德在瑞士被捕后 2010年12月随后被引渡到维也纳受审 但他目前仍然否认自己的诈欺行为 新唐人记者史考特综合报道